打得像个喜剧人 场外各种小丑行为 你是否为当初的过度吹捧 有一丝羞愧 普尔打像个喜剧人 场外各种小丑 之前那会儿 据说他是不是在更衣室当中 看什么玩意儿了 看一些这影片 乱七八糟的 被其他人爆出来了 这个事儿 普尔如果说是单审的话 怎么讲呢 当然公开场合不已 当然我估计他也是私下看的吧 只是被其他队友发现了 这事儿也算是一个去闻的 最后打的不行个人能力 普尔之前因为什么呢 他跟库里不一对吗 跟库里一对多少 库里因为他这个强激光环啊 太强了 你只要在库里身边啊 远射这方面 你命中率自动提升 因为库里能提供 超级开阔球场空间 所以一旦摘了强激光环之后 这个人的表现水准 到底剩什么挡出段位 那这还得现实检验 没办法 这就是库里 他能够为身边周围队友啊 提供一种假象的迷雾 你很难剥离吧 只要说他有一天 继续在勇士效力 除非他有一天 有招于这是离开球队了 你还能看清楚 没办法 这李欣一把 雨格我魔术正报 三打风格电脑 不开全球打不赢 给个建议 啊 你不开全球打不赢呢 那有啥打不赢呢 你要打一颗风格电脑 还用开什么全球 我日常生活当中 制作给开全球呢 就是为了更多了解风格电脑 因为你要是天天不开全球的 有时候你也不知道 就这风格电脑 它怎么发展的 因为很少有人 会打完风格电脑之后 去看那个比赛录像回放的 虽然说魔术正报 他这个后台自动记录 就上一场比赛的录像 你可以观摩覆盘 那没有几个这么干的 因为他毕竟不是真人嘛 所以为什么开全球呢 就对于这个电脑啊 你有进一步的了解 了解他的行为逻辑 所以你才开 那当然可以不需要开 不开的话怎么办呢 打电脑这玩意儿 就是你不能一直偷偷拉拉 除非说你报兵 正常来讲 它有很多压制手段 而且电脑 风格电脑 只要是那个英雄一死 那整个兵就溃散 所以你可以考虑 击杀英雄的打法 这种是算是一个基础捷径了 出一堆一级饼 去了把对方英雄围扫 然后他就慢慢溃败了 你就可以一路追赏 就这么倒 真容天子还闻这个 宇哥今年大姨喜欢一个女孩 但是感觉有点自卑 给点意见的 大姨喜欢一个女孩 但是感觉有点自卑啊 自卑的话 那你总结一下啊 自己到底自卑在哪个方面啊 自己长相不行啊 身高矮啊 还说你这综合各方面指标 跟对方差别太大啊 你得分清楚啊 还说人家是什么 这个学生会当中 这个高干的 你呢 只是一届庶民的 普通学生啊 分清楚啊 一或者说呢 对方有周围追求者啊 其他那些人呢 很明显跟他更加亲密 其他人的条件 也比你更强啊 好吧 这个没啥早饭的 尽力而为 就是说你 没必要抱有一种 这个自卑情绪 正常接触 你现在为啥自卑 你不还 拿人家当你的潜在女友吗 就正常朋友之间 有几个自卑的 有啥不自卑的 比如说你跟你宿舍 那些摄友之间 你会自卑吗 有啥可配的 所以你就以一个平常心态 正常接触 正常相处 同时 那你得提高自己啊 归根结底 还那句话 你如果没有底气的放入 或者说没有底气的情感 他有时候啊 就会显现的很悲催 就这样啊 你得有点底气 你这样一来 你才不嫌悲催吗 这么整就行 慢慢提醒自己 你或者说体育断练 你篮球打得好 你也不醉自卑啊 你得有一技之长 一点一技之长没有 你看上这个女孩啊 要是一般般的 那还择不留 如果说人家 你都知道 你心里盘算一下 他在你们班 是不是数一数二的 那当然难追了 你以为其他那些男的都傻呢 那些男的心里都合计呢 这好看的 谁分辨不出来啊 谁都想追 所以你得看 你得拿得出手呢 你得有什么 有事 接了点有事吧 一个达拉都能 这个宇哥能否祝我的好兄弟 焦雷生日快乐 祝他生殖加薪 并分析名字是否有根啊 焦雷啊 祝福这个焦雷啊 生日快乐 希望你年年有近日 未来越活越年轻 焦雷 焦雷啊 明着挺有根啊 因为这雷嘛 他代表什么呀 代表着一闪而过 而焦 其实他这个西洋师啊 也体会的是一种什么呀 一种做到极致 雷不就是什么 在空中云雨密雾 他得是达到一定程度情况之下 才会有 晴天霹雳的 所以焦雷啊 焦雷就雷利风行之人 这种属于是后继薄发之人 挺好 NICO LIS IAO 这个宇格 如果库里带领 今年这次勇士总决赛 再次击败 绿与凯独怪 历史地位能超过詹姆斯吗 超不贯 这冠军数多了一个 但是MAP呢 各方面的奖项容易积累 还是要弱一些 当然看你从哪个角度了 这次肯定会 大谈特谈 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方案 去分析两人之间的历史成就的 但是你归根结底的话 他历史地位还得是有逻辑 仔细一理清呢 可能说还是差一点 没办法 就是慢慢注意呗 个人讲项也得多积累积累 聊水角这个宇格 根据名字分析 以下一地 光之轨迹 结余者 纳不乐视的黎明 夜谍 隐藏之态 以下一地啊 光之轨迹 那就啥也没有呗 光之轨迹能聊啥呀 只是一闪而逝 是这种 那就是瞬间的存在呗 这个人呢 他比较愿意啥呀 愿意片刻搞过 说愿意什么呢 在关键时刻呀 展现一下自己 但是付出代价很大 就这种 不计成本 要展现自己 结余者 结余者就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谋士呗 你属于是一个自将 这种角色 对方的肢体语言呢 形体动作呀 都能分析一个四五六 这种 纳不乐视的黎明 这属于是中二 性格比较中二 起了个这么个名 除非他年轻那会儿 是在意大利出场 要不然比较中二 夜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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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类似于啥呀 交际谎吗 夜谍 英格言武 这种感觉 他可能梦想呢 未来有照一日 自己也是 人群当众啊 穿梭啊 在各种高端场合出现 交际 夜 隐藏姿态 啥不是呗 起了个隐藏姿态 就KWKQQ的 雨格雨格 我女朋友谢宇恒 明天生日 他是酷里粉丝 可以祝福一下吗 谢宇恒啊 祝福这个谢宇恒啊 明天生日快乐 酷里粉丝呗 酷里粉丝 因为酷里呢 他现在经济状态 还比较出色呀 虽然说年龄不然太小了 但是依旧 好像说呢 能够永保青春 你这女友谢宇恒啊 如同那个水花兄弟一样 这个滋润的雨啊 雨永远伴随你左右 让自己青春不老 即便说年龄长大之后啊 还是能够 像年轻时期那般 活泼可爱 就你青春永驻吧 苍醒里雨格 本来我老婆啊 之前讲的这个绿巨人可汗 玩手游 总是忍不住从前 工资也不算多 一半都冲里了 被各种充值活动吸引 管不住手怎么办呢 玩手游 总是忍不住从前 工资也不算多 我一半都冲里了 被各种充值活动 吸引住 管不住手怎么办呢 其实你天天玩手游 差不多工资一半都冲里了 那剩一半够不够你花啊 那家庭当中 你到底是整个家境啊 父母都特别有钱呢 还说你本身是个公务员啊 怕老保守 是不是 家里还有一套门事房 那无所谓啊 你上班当牛両也好嘛 那你要是自己自身站外 自己租房住呢 总共一月中五千 花两千五 冲游戏里了 那你这是没有未来的 你不能因为当下寻求一时的游戏欢愉 放弃了未来的积攒呢 你没有积攒 今后你始终原地踏步了 咱们克制啊 分析分析 到底你是哪种情况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也没啥可分析的 因为你家里有底啊 父母养老金甚至还能倒贴你呢 那你这情况的话 改与不改啊 也就那么回事 但你要是外出打工呢 那这种情况的话 不得不改呗 那你要说你都已经是 喝西北风了 你自己的居住条件 各方面情况都没有改善 原地踏步呢 你这点滞空能力没有 那就戒了吧 这已经就不要再玩手游了 你没有这种滞空能力 那就别玩了 F归缺来起徐的 哈当二级腿筋拉扫 是永久性的吗 还有小卡这赛季状态好低迷 快强怎么办呢 二级腿筋拉扫 是不是永久性啊 永久性不可能啊 因为他毕竟是拉扫 他不是断裂 而且肌肉这玩意 他是有非常强的 自我恢复能力的 他不是说啊 一招肌肉少 十年半终身 不可能 这玩意 他肯定慢慢会恢复 只是有一个实际过程 完全哈当呢 经历了最近这两年呢 慢慢也是断断续续打比赛 你看不也是很正常吗 只能说年龄长大 哈当以往那种打法呀 现在看起来呢 或许不怎么太适合到了 在这个联赛风气也改了 包括对于外线区人 遭翻轨 这种打法 联赛有更苛刻的 这种内容细节了 尤其哈当当年是被整队了 这个是带来了哈当目前 可能说进贡啊 不像当年 那么洗力的一大原因 这没办法说啊 他那不是永久 比如说小卡这赛机 状态好地迷 快穿怎么办呢 这才长鬼赛 这才哪儿哪儿呀 未来慢慢倒 封哥永远的神德德 这宇哥我十分爱看 小奶狗跟狗妈妈成长视频 首页刷到就马上看 如果让我选择 养狗和养小孩 只能一样 毫不犹豫选择养狗啊 你打算那个 今后 养小动物呗 完全可以啊 这人个人选择 那不代表说 每个人啊 他都得是 如同什么 生产车件上 下来的生产产品似的 大家都一个型号 都一个需求 啊 你是炒电的 我是用电池的 都差不多 各自不同 每个人呢 你生活给自己 就是选择一个方向 你感觉 哪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你来说 是最享受 最轻松的 生活这种感觉 让你感觉 最深心愉悦的 选择一种就完了吧 谁能管你呢 很正常 所以你很行 徐勒为啥说 东北小伙混的行不行 就看你开没开张 麦腾380 这时候到底有啥 神奇之处啊 麦腾380啊 麦腾本身就比 那树腾要强嘛 之前那麦腾跟什么 凯美瑞之类的 基本上是平齐的 就他俩这级别相近的 麦腾380 我具体不太清楚 这380到底什么档次啊 估计是二三十万之间吧 也不会太高吧 那这个就属于是 挺露脸了 因为一般来讲 普通人 你要开个车的话 除非你事业有成 要不然的话你开不上 就凯美瑞那个档次的 我记得 我上大学时期刚毕业 那会儿可能说 我感觉这辈子 什么时候要是 能够开上凯美瑞 这也算是一种 人生小成了 说明你职场上 是有明显进步的 那会儿我目标 可能未来就开凯美瑞的 已经挺露脸了 能开这二十来万车的 也没有那么多人 你真说比例 其实也不高啊 差不多你能开 这个级别车 已经是年轻人当中 前百分之二十了 起码是前百分之二十啊 有可能前百分之十五呢 改不上 这宇哥看私信呢 需要你的建议 改不上我看一下啊 这个宇哥 我现在到二 自己平常 攒生活费 攒了一万多 最近淘了个女朋友 每次出去都花不少钱 虽然付起来那时候 挺爽快 但心里总是不舒服 想着最后 大概率还是会分手 现在越来越想 一个人生活 请问宇哥 我这种想法 有干什么 怎么看待大学生恋爱啊 现在到二 自己平常 攒生活费 攒了一万多啊 你这攒生活费 攒了一万多呗 那说白了 你这东西越花越少啊 因为一万多 你至于说 寻求什么理财方案 也不行啊 这不是你感觉 怎么在跟女友啊 互相间相处 你认为花钱多了呗 你呀得开源 你光攒生活费能行吗 那攒能攒多少啊 争取开源 出去打算兼职 或者说琢磨琢磨 干点副业 这样一来 你不就是 能够游刃有余吗 我认为在大学期间啊 那你是大可无异了 就哪怕说 未来你不受惠了 你感觉 人生苦短呢 及时行乐 那我人生当中 尽可能要卸去很多家属 我轻壮上阵 这辈子活得还会 更加潇洒自然一点 那是未来呀 你现在上大学呢 你合计啥呢 说白了 我就给你这么讲吧 你争取开源 多挣点 大学期间 至于说处女朋友啊 未来早晚有一天分手 现在不媚呢嘛 你现在攒了一万来块牙了 你感觉到哪花钱呢 有点心理障碍 感觉就跟割肉似的 自己也挺难受 当然就这么跟你说吧 跟你现在收获到的相比 你就这点支出呢 怎么跟你讲呢 你现在这个年龄段 在校园当中啊 反正就这么跟你说 你这个钱呢 花的是超值的 非常非常值 可能说你这辈子 都没有像现在这个阶段 花钱花的这么值的时候 这是你一辈子最 具性价比的一笔 花销 你这会儿就为这点钱 你再磨叽叽叽的 没啥意思了 我要是你 我就隔外边多挣钱 我就争取啊 自己打工也好啊 腰包先鼓起来 在校园当中呢 给女孩花 花呀 80%钱都花女孩身上 你也绝对不吃亏 你肯定这样的 这么整 这大学期姐 那活得起码 我 你除了正常学习以外 正常交流以外 把钱花到这上 绝对是花到刀刃上了 大学时期 当然你可以自己在 上点培训班之类的 但你得也得有生活啊 大学时期 你这东西也是人 对于两性的了解啊 对于很多人际交往啊 了解 它是多方面的提高 那你恋爱呢 也是一个重要提高 所以 刚刚你便嫌 钱花的多余啊 这钱花的老子了 你现在不花 你一辈子后悔 你现在不花 大腿蛮处 宇哥 我今天参加国考 一共130套选择题 没时间蒙了40道 你能祝福我立会上岸吗 没时间蒙了40道啊 祝福你吧 这届考试呢 看得出来啊 也是提示非常难的 其他人呢 也不见得 就能够彻底打碗 那都得蒙嘛 那就是看谁的命硬呗 40道题 你如果蒙的话 怎么不得对10道啊 是不是 所以也相当于是 错了30道 但如果说其他题呢 你都能对啊 130道题 你能够对100道 也不简单了 到时候 你要是有面试资格 面试的时候呢 你本身表现又好 一样能够上去 如果说你在当地 有一些特殊的关系 有一些门路 让我感觉啊 那你上去的 更是事半功倍啊 估计你差不多能行啊 看你这么有信心 你也是心挺大的 达到最后呢 事实到底 都是靠猛的方式解决 说明你心里有底 应该没问题 月光作名一样 一个仅仅局限于 常委赛的奖项 不可能压队所有 必须结合 季游赛期间的 个人奖项两方面看呢 季游赛期间的个人奖项 问题没有大奖啊 只有一个 一组系列赛的奖项 所以这个不值一提嘛 没法跟常委赛对等 用声音传的力量 宇哥给你发的事情 是关于陈道明老师 演绎的康熙王朝 那康熙尽管最后 功勋卓助 功德圆满 但是不得不说 他对待自己妻子 儿女过于残忍了 对待女子兰奇尔 他不顾女儿的感受 迫于戈尔丹的军事 因为尽管内心有所不舍 还是割舍了 鼓入心情 让女儿远嫁莫悲 并且在亲征戈尔丹时 还让戈尔丹失守分离 连个葫芦失守都没留给女儿 对待兰奇尔的母亲 荣飞更是残忍至极 就算荣飞做错了事 你把他的地位降低 但是最后让其去刷马桶 实在有些看不下眼 他一辈子一心一为了康熙 最终换了如此残死结局 而康熙尽管悔恨 可是又有多大意义呢 对待太子也是如此 废了他也就罢了 把他逼逢 是不是也有些虎毒狮子地位呢 请有个详细解释一下 这部剑剧 你看过后的真实感受 这里的康熙到底是人一个人呢 康熙 他是帝王啊 因为你要了解啊 他这个过去 他也相当于是分等级的 这普通人呢 你跟当地的父母官 双方差的级的 父母官呢 跟那种这个地方的 一方大员 封讲大力 那也差的级别呢 那过去的等级非常深厌的 那你在康熙眼中 在结合那个时代背景 你别说是那个女性了 因为女性其实在 封建点大呀 本身社会地位就低呀 而且呢 你要是涉及到政治的话 那往往会成为政治的 富庸和牺牲品 康熙一家之主嘛 你家里呢 女性成员呢 多的数不过来呀 所以你要说你不得康熙的宠爱了 那人家就是任意处置呀 过去呢 人也不为法呀 这封建点代嘛 他手中有无上权力呀 甚至你对于帝王的衡量 世上活呢 不是重点标准 不是重点的衡量尺度 重点得看他当时治国呀 大正方正的 哪里是否得到 是否到位 所以他不就那样吗 古代帝王就这样呗 亲情 他相对淡薄 而且你举的几个例子 基本都是他家中的女眷呢 那女眷呢 过去没啥地位可言 尤其在皇室家庭 都这样 这不奇怪 月光周明就 荣誉列表里就没有 已经表明了官方不认可 不记录 不宣传 这就已经态度明确 没有必要再多谈了 官方没表态呀 那这不你表态的吗 官方啥时候讲了 就这玩意不重要 官方从来没有对外共识过 只是你进行的 无端揣测和趋意理解 那这是你的问题 官方没这么解释 为什么不用RS直播呀 各有各的用途啊 因为你生活当中 你比如说 你打游戏 会用笔记本吗 不用呢 为什么呢 笔记本就是日常 到哪办公 靠这用的 商务场所 用笔记本更多 那你要玩游戏呢 肯定得是用台式机 打得更过瘾的 那你要玩什么王主荣耀 当然用手机了 连台式的你都不用了 所以这各有各的用途 这个就是商务用途 外出商务用途 设计 包括平时拿的手感 不压手 方便自己浏览新闻 主要是这个用途 他俩有不同分工 月光周明一样 名人堂介绍库里 只能说四贯一FMP 不会说四个老大冠军 介绍科比是五贯两FMP 介绍 那介绍还有 谈谈谈的啥 那个 你比如说 迈克尔小胆 是一届奥运冠军 但问题其实对于美国来讲 奥运冠军西兰健的 这东西对于美国本土运动来讲 不稀奇 有时候不也一样介绍吗 所以你问他介绍哪个 介绍哪个 那人家不也是重点 介绍MVP吗 至于说你讲的什么 FMP也不一定介绍啊 人直接就说 他是几个MVP 几个总冠军 简单介绍 猛男学生与一个现役球员中 抛开球技荣誉 只谈球品和人品 选五位球员 做你生活当中的朋友 该如何选择呀 抛开球技荣誉 只看球品人品 球品他如何 跟我有啥关系 我也不跟他一块打球 那咱们BQ球员 他们各场上 怎么动作出野 我跟他们一块玩吗 他们跟我自于用黑罩吗 你比如说布鲁鲍鲍文 他用得到垫脚吗 扯蛋 所以这个球品 对于我来说呀 没有太大意义 人品当然重要了 那观看人品的话 谁呢 完全猛男人品就不说 他球品别敢说 有时候会张摇不走 但人品确实可以呀 爱恨分明 并且对于自己 这所认可的兄弟呢 慷慨简单一字千金 跟哈当不就这么相处的吗 所以你要是人品的话 未臭绝对没毛病 还有扎木斯 扎木斯人品 能有什么挑剔的吗 你看他对于前队友 什么时候唇枪舌剑 处处挖苦了 不都是极尽可能的赞美 为对方遮掩 对方职业生涯的瑕疵 人品方面的缺陷吗 所以扎木斯 也是作为一个豪大哥呢 既能给你在生活 未来的职场方向 指一条明路 让你裁员广进 这个 扩大你的人面圈 同时对于你 也不令提携 有他好机会 愿意介绍给你 所以扎木斯这个人品 也绝对没毛病 所以说扎木斯小气 他咋小气了 也是重则送周围队友 名表 西装 什么东西也愿意分享 这边可以 还愿意带你投资理财呢 包括扎木斯的格林 投资什么酒厂 这都是跟扎木斯关系近的嘛 你才有这个投资机会啊 这可以 还有呢 你们库里也没毛病啊 库里也是重兄弟情义的 如果不重啊 那现在在汤姆神和格林 别说是留到现在了 那指不定早几年 就已经被球队交易了 所以这点也是相当重兄弟情义啊 当然真正的兄弟 库里得认可你 是不是 那库里绝对认可 汤姆神和格林呢 这点呢 也不错啊 还有谁 人品呢 人品再往下排谁 谁人品比较好啊 维德这人也行 因为他照顾自己人 你跟他当朋友的话 起码你不吃亏吧 就他甚至很多时候 于公义放两遍 但是于真心呢 放心解 这不就是之前 小德里克罗斯的吗 他如果没拿 那个扣篮王的话 现在有人记住他吗 维德这人 还是挺照顾自己人的 你要是出哥们兄弟呢 就这样 你要说动辄遇到为难子弟 他跟你讲大道理了 那就别出了 那大道理说白了 谁不懂啊 这不就是借口吗 那一个人如果肝胆相照 有时候 那可能说更让你问暖吧 所以维德这绝对没问题 绝对是个大哥 还有谁啊 欧文差点 欧文这个人也是突如反账 两面三刀子人 他讲话也没个准谱 跟他当好友的话会 有时候会感觉挺这个 不具备安全感的 跟欧文呢 详一处是一处 还可以跟谁当好友 跟哈登也行 哈登对周围人也是相当造物 包括恩彼得 你看之前两人 别管说携手搭档啊 没能奔出一个真正前程 但是恩彼得拿MVP呢 哈登也赠送名表 表达自己 对于这位队友的欣赏 他离了队之后 无论是马克西还是恩彼得 对于哈登 都没有半个步 哈登之前 基本上在团队当中 也是类似形象 所以为人绝对没问题 哈登可以 茫茫人生好将 学着看你以前视频 都是愁眉苦脸 苦大愁省 而现在却吃眉上 穆罕特局是精强改变了你吗 过去是咱们的 苦大愁省的 也不一定啊 你分情况分场合呀 过去那会儿 他可能说是直播压力太大了吧 那天天直播呀 那一播就一礼拜 连终转 有时候一播播六天 那一天呢 也没有一个时间限制 一播三十个点 过去那会儿啊 那就是已经是播吐了 当时已经是播的 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反抗情绪了 那还播啥呀 对过去那会儿 这个播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自己呢 太具有那种反抗心理了 不乐意不饿了 当时已经 家纯小短腿 这宇哥看着实信谢谢啊 家纯小短腿 看 这宇哥部门刚换了个分管的女领导 形式风格非常强硬 不了我负责的工作 之前因为历史原因 业绩很差不多 个人无法解决 算是结果了 结果被他一对交道办公室 批了一顿 说让我不要甩锅 自己业绩自己负责 不要混日了 还说如果我再不加紧努力 要把我调稿了 我感觉有些别去担忧 不敢还嘴 因为之前工作确实有些懈怠 但也不至于被如此撼斗 我应该继续呢 在这狗子呢 还另寻他 如果你谢谢啊 首先你这个想法啊 很不成熟的一种 职场态度 说白了 你别听很多 这个互联网里有些声音的 那都是忽悠你的 那都是喊口号的 真说落实到自己身上 他不见得那么做的 所以你一旦真正到职场的话 你得是怎么做呀 你看互联网 一个个都是怒批资本家 一个个那都是职场当中的 反正我就是企业的负资产的 因为企业他没有义务去培养我呀 未来我可能说干两个月就跳槽了呢 所以当时我录资第一天 我就要求自己 迅速的形成业绩 争取呢 我哪怕在实习起 我能给企业兑现更高的职场价值 这样一来人企业才重用你嘛 所以你有时候你很多那些想法呀 社会呢 它不是一个完全理想的社会模式 就你想要追求那些可能说未来 再过个三十年 二十三十年 或许能如你所愿吧 但当下不得有当下的现实吗 现实世界就这样 人哪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 所以你要是生活当中成果呀 确实得有一种自我的 强大的这样一种 你追我敢的心理态度 就是你工作的时候 你得时刻想到 就自己为企业贡献的价值啊 能不能 就比你领取的工资明显要高 为啥 因为企业也有金融成本呢 当然我自我要求都是 我的业绩啊 得是企业给我开工资的 起码是三倍 企业才不白养我呀 为啥呢 因为它有其他的附带成本呢 乱七八糟一系列的东西啊 这么要求你才有前途 就是这样 但你要不这么要求也行 强调自己如何如何的 那慢慢你不被砍了吗 你都被砍了 那其他有人愿意这么干呢 那有人这么干 那你说领导用谁呢 那能用你吗 这东西就是 他有的人啊 口号喊的当然是 尽可能的正确了 但这轮到自己的话 你不一定呢 所以你在职场当中 你比如像你那个领导啊 跟你说什么 挑剔你了 你就捡点好听的 让我能找的啊 你说你跳槽 跳槽其他领导不这么对你吗 那能有多大区别呢 因为领导他也是有业绩压力的 那他仍然会把自己的业绩压力转交给你 你到哪都一样 就你你期待那种是啥呀 完全理想的那种想象当中那种生活 再这一点我问你句啊 你有那种金刚转吗 你说你是人工智能啊 或者说哪个高精尖领域 就缺了你不行 到哪你都是大爷 一定是这样的 你扪心自问 以你的学历 以你读这个大学的档次 你到一家企业之后 你有挑挑剑人资格吗 你比如说你看好哪家企业特别好 哎呀 这家国企 真是里边太人凶了 要你嘛 你不得合计这事吗 你不得一个人 你先把自己放到社会的所有 就在市场当中求职的人群里 你衡量一下自己的位置 哪都好 其他地方有的是好的 你能进去吗 你都进不去 其他人都好 你光羡慕有啥用啊 你说那什么 大企业 他就好 我感觉到现在这小企业不行 那带我这个经常压照我 大企业要你嘛 那你去面试 人家第一轮都不给你面试机会 一看简历 当时就不给你pass了 所以你现在这个能力 你现在这个工作条件 目前你效力这个企业 你这就是你当下的能力 在目前社会范围领域之内 你也就能在这工作吗 那你得怎么考虑呢 我要是你呀 那当时我就跟领导讲 领导确实 之前这就是我的冒陪了 我跟你承诺啊 接下来我得尽可能更努力 我把这个业绩啊 再拉上去 是不是 立下精神状吗 你就看我今后工作 怎么表现吧 这东西 咱也不会夸下海口 你之前那会我也研究了 就这个业务 我到底怎么开展 哪块窍门 目前我大体上脑海当中 有方案了 就看我表现吧 未来三个月 看我能不能把这个业绩干上去 这就是职场嘛 混点职场 你老是心直口快的 哪有前途啊 没有办法啊 这玩意没有办法 往往现实当中啊 你比如说你挑剔的啊 这地方工作环境太差了 领导对你也是不行 呃 经常要求你加班 往往现实当中 就你为什么目前是这种环境呢 因为社会是不完美的 现在的各个企业啊 包括什么相关的归账制度啊 暂时呢 比目前国内这个经济发展的总体势能 毕竟人均是物格的摆的呢 那就跟发达伽加价比 差距非常明显的 这情况 为什么你现在遭遇的这种环境 因为你目前在人才市场当中 你啊 你的位子 就是就是这种岗位 你不是说能在什么超级大厂 关键部门 那人家甚至你都工作都挺清闲 而且大把的工资开给你 你现在能力没到哪儿啊 你不是那 不那能力范围的 所以你就干不了那活儿吧 现在这个企业对待你这种态度 你大概率你跳个勺呢 还是差不多 其实你只要你能力没提高 你到哪儿 就人对于你基本都是爱搭不理 或者说你干是不干的 对于企业来讲 也趋不大啊 人也不怎么太在乎 就是也人也不怕你利子 月光重远 你常规赛的水平的级别 和总决赛怎么比 有本质区别 你82个同块和7个净块 比什么数量 那不是净块 总决赛就一主席来赛 欧冠决赛没比 不一定个人都是大块 一个大拉不就是 一席NNM 这宇哥喜欢一个女生 如何在前期追求对方的时候 不给对方带来这方面的压力 求宇哥解答呀 你不表达呗 对方要问你 你就是不着个研讨 你就是不承认 对不对 你就是反讽他 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我还在哪能看上你呢 就生活上咱俩就挺聊得来的 日常 一会儿工作生活 咱俩的 作息访试 包括 商管的态度挺合的 跟你多聊两句 人家拿自己当回事了 当鼻子上脸的 是不是 你越能跟他开得起 这种玩笑 你俩关系就越近 其实有时候看事实的 不看你嘴上咋讲 我们生活上跟其他人 感觉平时聊起来 差点 其他人都比你强 我跟其他人相处呢 感觉有点自卑 就跟你相处的话 感觉说话还挺对等的 没有啥太大压力 这么整就行 再见了 各位观众 今天讲这了 明天 明天有点任务 得打个戏 明天玩个戏吧 对 哎呀 魔兽的话就免了 因为我现在魔兽 跟真人对战能力比较弱吧 怎么讲也不是不行啊 你可以咱俩打多个电脑呗 我带你打一打 明天有兴趣的时候可以 互联网上 咱俩 咱俩组队 多人组队 打一把封电脑还真行啊 打六对六的地图 打六封电脑呗 也能挺有意思 看看明天有没有B友 一块打打游戏也可以 玩也玩 不管我自己打封电脑了 带各位B友打一打封电脑 再见了 各位观众 2K啊 2K没有对手 主要是 2K上来一 我实在是没有对手 B友里这水平太水了 我要从B友那边走 那就没啥意思 全程没有压力 再见了 各位 感谢这月光周明 如风一曲啊 你都已经暴露了 用声音传递力量 风格运远的神得得 绿巨人可汗 苍醒拧发条 鸟三名 李欣一百 猛男巨女语 GCNNM改不上 说凌天 我劝你啊 卢凤一曲 没必要戴马甲 你东躲西藏 那有啥意思 你这个言语风格 这种表述方式 以及那种 对于FMP的执着 之前你还套个马甲呢 以这个比尔拉塞尔 为自己的掩护 但是后来发现 这掩护啊 就差点 也掩不住自己 也护不了自己 后来你就把它抛弃了 比尔拉塞尔 也是你的工具人 现在那不强调咋了呢 就是卢凤一曲 就得晓得 卢凤一曲 挺知名的爱地 为啥要 说头长脑的 光明更大的吧 现实很吧卢凤 宝宝啊 宝宝没啥可看的 宝宝冒睡觉的 喵喵 您天天坐地上呢 起来喵喵 宝宝 哎呀 宝宝 您这鼻子现在 怎么这样了呢 宝宝 宝宝 出来宝宝 醒了